据韩联社28日报道 美国空军27日在社交网站发布消息称 美空军本月5日在韩国经济道的乌山空军基地 实施了代号为大象漫步的地面滑行展示 报道宣称此次有大规模重量级战力参演 美国空军在脸书上传了多张 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旗下 第51第八战斗机联队等战力参演的照片 F-16战机A-10攻击机U-2S高空战略侦察机 C-12运输机等航空器参加了此次展示 韩联社称 由分析认为 美军在实施展示约三周后公布相关消息 并将战略武器密集调遣至韩半岛 或未向朝鲜发出寝室信号 为纪念美韩军事同盟成立70周年 美韩两军自5月25日至6月15日 在清基岛报川市军事训练场 开展五轮联合协同火力较低实弹演习 其两国最大规模实弹演习 关于美韩联合协同火力较低 潮中社日前刊文表示 世界形势分析人士评论称 美国有计划的强行推进各种反朝挑衅行为 而且顽固使用打压和强迫手法的华盛顿 正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核战争危险之根源 现实清楚地表明到底因为谁 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潮中社文章警告 美国和傀儡好战狂人的核战争遭斗 总会引发相应的回应 针对当前严重事态和长远威胁 拥有更具威力的正当防卫手段 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